Hi! BossMy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R.C. 這次我們仍然是繼續用R.C.A.P.S.的系統 幫大家分析行指、納指的走勢 跟著當然是S&P11的sector 看有沒有要轉動 跟著我們也會集中講幾個比較熱的 topic 好像Apple的股份 昨天被人downgrade 跌了3-4% 跟著來的走勢會怎樣呢? Bitcoin也衝破了4萬5千美元一個 跟著接下來的走勢會怎樣呢? 有什麼相關類的股份值得注意呢?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了 好 首先和大家分析一下 恆指期貨 這幅是日常圖 即是日線圖 每一支燈光是代表一天的 這個重要的支援位置 我們兩個多星期前已經畫了 就是在 也都是低位 15984 如果鎖不到15984 做短片是沒什麼意義的 但是升一下 這個V 桩在裏面下 就是v形的方向 這個位置 17504 或者再低一點 17307 15984 那裏Rotate 所以短期的Swing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要是Breakout 上面 要是Break 下面 那大家才做Swing 但Day Trade 當然可以 大家見到每日的Daily Candle 很長 你就知道那天的High Low 和 Volatility 有多高 接著我們馬上就跟大家看看NQ 納指 納指 上次我們講到 我們在這個Swing Low 做了一個Rewrap 它一直升 升得很厲害 接著就有一個Balance 所謂亦都等於Consolidation 很多人說的 接著就再升 我們說在升 千萬不要做Swing 那就畫了一條橙色的Train Line 在這裏 是 這樣大家看得清晰一點 一直是可以繼續Long 但是呢 一Break 了這條Swing Term Line 就要停了 就是在這條位 那現在Balance 了這個 就是 Uptrend 也都 向下 但是呢 會不會回到這個Balance Area 絕對有機會 那尤其是它跌穿了 我們這個 Anchor View Up 這個Anchor View Up 非常好用的 那就是在Balance 變成Imbalance 變成Imbalance 那支Candle那裏 Anchor就是這個 那這個 如果它是 Above這個呢 就仍然有機會再向上升的 但是呢 結果你 昨天跌穿了 今天又跌了一點點 昨天 就是看 昨天跌了幾多下的 那Anchor View 昨天是跌了 我這裡沒有看了 昨天下跌了 最多跌了三百多點 收市跌二百多的 當然地區會非常之好 那現在Anchor View 究竟會升還是會跌呢 那大家就要留意著 那這個是Web Up 那我給T Level 大家可以重複看一看的 在這個 由Balance 變成Imbalance 的Anchor View 還有在這個Balance View 那這個呢 就是短期的Range 那就是在大約是 16818到16081 那都不算很多 那就大約八百點 八百點兩天就已經吃了 就是Either跌下來 或者升上去 那這樣 那昨天晚上高低位 也有四百點 那所以大家 也都可以暫時 觀察一下先 當然 Trading 就當然有人看淡 有人看升的 如果不然都沒有得Trade 那當我們呢 那個Probability 不是那麼高的時候 我們最好呢 就是暫時呢 就是暫時呢 不要做任何事情了 就是If Doubt Stay Out 暫時等一等去 但是大家知道 某些重要的Key Level 到時 迫了或者去到呢 那大家也都可以 懂得怎樣應對 那就是等到有Trade 那就是等到有Trade 那時候呢 就像這些 一個這樣的Up-Trade 那大家就真的 做個Swing 就可以贏很多 說到1000幾點 可以2000點都有 這裡都800點 那基本上呢 橫子和蠟子呢 都是 牛和紅在爭奪 那我們最好就是Stay Out 最好就是做Day Trade Day Trade 也是最不Risky 而可以贏得最多錢的 但是 如果懂得做 當然一定要做 不懂得做 就沒有辦法 OK S&P11個Sector 我們上次呢 就說這個 這裡是很美的 XLK 但是我們講的 已經是兩個幾星期前 那當然它仍然在這裡上升 但是當它跌穿了這個綠色的 那我們就不會要的了 就 就勾了去 就找個第二個Sector來Rotate 那當然 一跌穿了這條綠色線呢 就不再是Bullish 但也都未到Bearish 而這個綠色的山呢 也都開始向下 是紅色的山開始出現了 這個呢 XLV 應該是Healthcare 是的 是的 那麼就 上次呢 跌了下來 但是就被這條綠色的 Train Line呢 是 托住了 跟著彈上去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應該跟進 因為一來這支Candle呢 是比較 比較 比較長 就是有少許 超過了 或者甚至 超過了 所以 接下來這個禮拜呢 Healthcare 那些呢 都是比較 超過了 超過了 但是這個Sector呢 我們上次也是 剪了 的 XLF Finance Sector 那仍然很漂亮的 就是 為什麼會比其他 那些呢 那麼 那麼巧 的呢 我們 我們排呢 就是 從它的Market Cap 那裏排起的 就是 它佔 整個 S&P 500 那個 ETF 的比例 那這裏 是 Financial Sector 依然好 我們 這個要 因為 兩條 這些所謂的 Train Line 都是向上的 那麼我們也都 綠色的山很漂亮 那仍然呢 離開 第一條 綠色的 Train Line 仍然有一定距離 但是也都不是 超過了 所以這個Train 是不錯的 所以 Financial Sector 的 類別的股份 大家可以留意 這個 就已經是 歪了 我們上次也沒有 是 XLY XLY 就是 Consumer Discretionary 多數就是 一些測試品 那類的 什麼 XLC 也都不好 大家看到的 就是 綠色的山 的階段 向下了 還有 幾天 這些 日常 就已經 向下 向下 跟著 再向下 的機會 就大些 所以 直至今 我們就不要 XLV XLK 都不要 當然 在 Uptrain 買 當然容易 贏 這個 XLF Financial Sector 我們就要保持 所以 現在 只剩下 這個Sector 我們看看下面 XLV 這個 XLV 就 不太好 不是說 山 綠色 鏡頭 就好 黃色 這條 Train Line 還沒有 向上 所以 我們也不會 選擇 這個是 五、六個月前的 Favorite XLE Energy Sector 現在仍然是綠色的 跌不下去 但是 真正有 Protential 升才 Long 會好些 最理想的 就是綠色線向上 黃色線向上 就好像 這個 好像 我們選擇 Financial Sector 那樣 因為 我們做Trade 就是想贏的 在這裏 可能 Balance很久才做 我們下星期 再說 這個 大家 都不用 怎麼看 綠色線 和 黃色線 都不 向上 這個 Utility 飛到最後關頭 都不需要 買 XLU 這個是 Real Estate 我 絕對 不看好 任何地方的 Real Estate 這個 可以 XLB 做 XLB Basic Material 看起來 不錯 但是 我覺得 沒有什麼 較大的 升幅 黃色線 都未向上 大家看不看 綠色線 黃色線 向上 這裏 沒有一個 除了 Veo Estate 我們不喜歡 這些沒有 打橫 有時 打橫走很久 所以 現在 駐馬 如果是 sector 就會放在 financial sector 那裏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作為參考 跟著我們 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Apple Apple 這裏 遇見昨天 因為今天是 1月3日 2024年 星期三 所以 這個 就是 昨晚的 就是1月2日 昨晚 就是 Apple 領跌 因為被人 下跌了 但是 未下跌之前 你們看到 1 2 3 3 4 5 6 7 8 差不多 8日裏 有7日都是 下跌的 就是有7日都是 紅色的 而 我們這個 Aplus System 一早就已經出了 紅色戰爪了 但是我們不會做 short 因為我們做的 Aplus short Winning Percentage 是非常之高的 而贏得也非常之多 很多人 就說 Winning Percentage 高的話 這個系統 你的 Profit Factor 就一定低了 因為你不敢 Ride 這個System 贏少少就停了 所以Winning Percentage 很高 這些 一般人而言 就是 未到那個層次了解 就 可能就是 認識到那個層次 我們見過很多System 包括RC System 就是 Profit Factor 很大 就是贏 可以Ride 而Winning Percentage 也是高的 兩者是可以兼顧的 不是二者取其一 時代進步 科技進步 優勢也都較以前的 大 所以 這種說法 已經outday了 大家聽到 就當聽一下 那Apple怎樣呢 Apple就一定 不可以Long 大家都知道 就是 Market 要是升 要是跌 要是下跌 但是有時候 在一個Balance 那裏 尤其是我們 一個 Rule Based 的系統 經過 多次多次的 反覆的 Bad Test Fore Test 我們 就知道 現在一定不可以Long 你都知道 出了一個 紅色的 戰爪向下 紅色的山 就是很Agressive 做少少的 你就可以馬上做Short 當然 任何Long Sort 都要放一個Stop Loss 但是 如果我們是要 等它Downtrain 那時候才做 就未對是 Downtrain 如果它繼續跌 下星期 我們跟大家講 的時候 就應該可以出現 一個A Plus 的Downtrain 所以 暫時 我們Swing Trade 也都不會鬥它 Day Trade 我們就沒有所謂 昨天 大跌市都好 我們Sort 完之後 最後都做Long 兩個都贏了 另外一個Hot Topic 就是Bitcoin Bitcoin 我們兩個星期前 就在這裡畫了一條 resistant line 就是44,130 結果 從來都沒有升 就是兩個星期 如果你Long 了Bitcoin 的contract 就是Future 我們講Future 但是 當然它的價格 和實體炒作 都是一樣的 大家見到 它從來都 鎖不到 但是 昨天 就鎖了 但是鎖完之後 也有支鎖壓回來了 這裡有支鎖壓的 大家看一下 所以這個 都不足以構成 繼續再衝上去 但是 我們出了一個 綠色的墊 綠色的山 所以這裏 不能鎖 而Trend 仍然都是向上的 那怎樣呢 最簡單的 就是如果你要Long 的話 我講Future 就要逼了這個 47,000 47,000 就是它曾經最高 曾經見過這個 47,095 一會兒 然後就跌下來了 這裡有支鎖壓 大家可以看到的 現在就在做45,000多 昨晚也是有46,000 46,000多 47,000 那要斷了這個 才可以繼續做Long Bitcoin 我就不懂的 絕對我就不會投資 但是呢 因為CME有Futures contract 它有一個Market 在這裏 有Market 我們就照做Trade 那我就不會 就是Fisical的Bitcoin 但是做Trade 就無所謂 大家最好呢 就做Micro 就是Micro 是十分之一個Bitcoin 那如果你做一張 大的Contract 它就等於5個Bitcoin 那所以 如果你承受到這個風險 你就可以做 就是 如果是 結的話 Bitcoin 如果是跌1000元 那你的Future contract 是5倍去的 就是代表你就是 就是輸了5000元美金 當然 升1000元 你也是 就是升了5000元美金 贏了5000元美金 那這個Leverage 我覺得是 一般Retail Trader 比較大些 做Micro的 就是微型Contract 那就可以的 永遠都是十分之一個Bitcoin 那如果跟Bitcoin相關最熱的呢 就當然是MARV了 你見很多地方都談 個個都說 因為呢 Day Trade非常之好 它呢 在這個位 就是Earning出了之後 一直不斷升 如果你有留意 可以賺到你笑的 那但是呢 曾經也都試過 一天跌40% 所以 就是 要 它由10元 0.86元 升到差不多30幾元 那現在呢 每天呢 都很多人 Day Trade 這個股份 但是如果我用我A Plus來看呢 有個 紅色的箭嘴呢 我就怎麼都不會做Long的了 綠色的山形在這裏呢 所以有 uncertainty呢 Long Short 我也不會做 不過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如果Day Trade是會變成怎樣 比如是 用 30分鐘來看一看 那 Day Trade來說呢 暫時都是向下的 就是這隻股份 紅色 這個slope向下 那個山向下 那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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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星期前 和大家講會升的 英鎊也都會升的 但是EUR 就升得多了英鎊 那這個也是中了的 那其他呢 就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分析 因爲Apple和Bitcoin 和這隻MARA Marathon Digital Holding 是非常之hot的 這三個topic 所以我們 就特地拿出來和大家分析一下 那總括來說呢 恒指和納指呢 Day Trade非常之好 但是走勢方面呢 仍然沒有一個confirm的 up trend 或者confirm的down trend 就是我們一講 up trend down trend 起碼都會swing 五日至十日 那樣 那才值得做swing trade 而s&p 十一個sector當中呢 XLF 那個financial sector 是仍然值得留意的 其他呢 我覺得可以避了就避了先 我們當然是買最強的sector 就是贏得特別多的啦 那你想Bit S&P 500 EA basis的benchmark呢 你就要做這個s&p的 etf的sector rotation 那很多hedge fund manager 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你自己都可以 做自己的fund manager 那這三個 我們也都跟大家分析過了 那所有的key level 也都給了大家 那就趁著今天是 1月3號 那也是新的一年開始 那在這裏祝大家新年進步 那年頭贏到年尾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多謝各位